樓頂揪樓下李明珊 邀您共賞小姐不惜地 就是知道潘老師 盡量不要去說他什麼 牙齒白 他這個還好 體力不好 你不要說他 你今天配得好奇怪 你今天衣服搭得好 衣服他也會care care的造型 他的衣服 都經過他精進設計的 都是設計過排好的這樣子 所以可是你今天這套 他生氣了 但是因為你跟潘老師很熟 所以不會怎麼樣 沒有 我是講真的 真的 你是不是自以為是麥克爾迪迪迪 不是 我老公有時候很討厭 他自己在跟朋友吃飯 他就視訊給我 然後他也不管我 我那時候是穿什麼 然後有一天我就是真的 劈頭散髮 然後沒化妝 然後他就視訊說 寶貝 我在吃飯 我就說那你自己還放喔 然後就把電話一轉 他說 這是陳大哥 然後我就說 陳大哥 我就說 然後一怪我就說 好有之間互相打打鬧鬧 開開玩笑 這是在所難免的嘛 但是有些人就是 不小心開了一個玩笑之後 直接大爆氣 走心離場 對 有些人真的很玻璃心耶 你知道上個禮拜 我們不是禮拜四要錄影 然後禮拜五休息 然後禮拜六又要錄 對 然後我有一個好朋友 就在禮拜五打嗝 我說 妳要不要來那個 出來喝個酒什麼的 我說不行 我明天要錄影 她說 又要錄影 她比我還氣 我說 我說妳幹嘛 這麼兇 這麼氣 我說是我要去工作 又是妳要去工作 她說我聽了一句煩 然後就完全影響 所以就完全影響我的心情 然後我就已經有一點不爽 我活已經上來了 然後最後她就說 妳懂不懂什麼 要享受人生 說走就走 一天那你只會轉成 是什麼 然後她最後講了一句話 把我惹了嘛 她說 她說妳看那一身銅臭味 哇 真的 我好羨慕 我好羨慕 我超羨慕 我沒有這味道耶 這怎麼弄啊 我都是發票位 對啊 怎麼弄 我都是發票位 發票位比銅臭味好吧 誰要銅臭味 很重 很重 然後這句話就把我 那個整個這樣 爆掉 然後我就說 我好想聽妳罵髒話 然後她就那個 她就不敢惹我 大概兩到三天 所以就是朋友之間的底線 大家都以為是可以 但有時候 因為我後來有聽到她說 銅臭味 然後有 隱約聽到這樣 然後已經來不 她應該是要開玩笑 可是已經有來不及了 收回去 對 我已經是在氣起來了 好 所以今天就來到現場 是兩組好朋友 他們都有曾經 有一些小誤會 然後今天我們右邊 也有我們的調解員 對 歡迎三位 Tag Faby跟章魚 你們應該不是 容易走心的人吧 我們不容易 但是我還滿愛開玩笑 所以我都不知道會不會 不小心 不是那種Drama 譬如說她那天 哪個心情不好 是我的口頭殘 就很常會講說 白癡喔 就明明沒有什麼 但我只是開玩笑說 白癡喔 但是有的時候是 沒有任何意義的 有些人不喜歡被罵白癡 然後有的時候 跟朋友一定是 他如果為了這件事情 那就可能他 那天性不好 可是我可能到公司 我同事跟我講什麼 說白癡喔 那不行啦 可是我不是心情不好地講 可是我擔心我會冒犯到別人 同事可能會嚇到別人 妳那不是真正的朋友啦 就是比較淺 對 交得比較淺 太LOW的朋友 那個不要在意 不是LOW的朋友 就是交集的 沒有到這麼深入 因為如果只是一個白癡 那白癡就是 就生氣比較嚴重 而且他語氣都是那種 開玩笑的 白癡喔 妳那天跟你吵架那個朋友 妳後來也在理他嗎 馬上和好啊 對 馬上和好啊 真的很好和好 對 但是有的時候 我還是會開玩笑 譬如說有一次我前男友 我在他家 然後跟他室友聊天 我想幫他室友 介紹一個女生 然後那個他室友就說 可是妳那女生朋友 好像跟我沒有什麼話題聊 我說妳看我跟我男朋友 我們也沒話題聊 他說區塊鏈 我做美妝 我沒有什麼好聊的 然後我男朋友在那個房間 聽到這句話 他就整整氣一整晚 我們兩個沒話聊 這個也算玩笑嗎 沒話聊 我還是願意待在妳身邊啊 對啊 所以就是很容易 我不知道誰會因為什麼點 容易生氣 所以我這個 我這個身為調解員的話 我自己會說我完全沒錯 所以他太太生氣了 我覺得有時候會有一些詞 很容易激怒別人 比如說那個 有生過小孩的女生 如果他維持得很好 對 然後你看他玩笑說 妳是很漂亮地方媽媽 等到 地方媽媽 對 這個詞我覺得 所以妳看到地方媽媽 妳會抓謊是不是 我會抓謊 我內心就會翻白眼 翻了八詞 為什麼地方媽媽會生氣 因為地方媽媽就感覺 是那種技巧 是貶義詞啊 結果人家名看起來像少女或小姐 然後你就說她是地方媽媽 那區域媽媽就比較好 區域媽媽就比較好 妳是個很漂亮 區域媽媽 又區域的 比較好 然後如果說 還是叫地方媽媽 妳真是一個好媽媽 可不可以 可以耶 就不要講到是什麼媽媽 不要有那個 就是地方這個詞 對 就好媽媽可以 但如果是要追那個女生 我覺得不要講地方媽媽 我是聽過很多那種 三十歲的女生 都會抱怨說什麼 怎麼辦我現在還單身 我會不會嫁不出去 那我聽到就會覺得 她就反諷對不對 不是 她是自己 真的在講她的反腦 是真的啊 可是我已經三十五歲啦 我還是沒有結婚啊 那我就會覺得 還說到 我會這樣 我真的在嗆我你知道嗎 剛剛沒有那個意思 她就講那個反話 那個是反話 她就是 她就希望你聽人家講說 你哪有老 你現在才三 她就想聽這個 對 但是我那邊聽了覺得好 妳聽到這種反諷 妳就給她 這個還轉下去 還是她真的長得很抱歉 然後瑪莉歐 又不跟妳的訊息 妳就吃東西 什麼 情緒高漲 對 像我之前就是 我覺得我前男友 他很喜歡亂開玩笑 可是他不會拿捏分寸 他有一次就是 我當時在我爸爸的公司工作 然後他有同事 那個也是我同事 可是那個同事 就跟我爸差不多都年紀了 所以我叫他叔叔 結果那叔叔 就有一次跟我在吃午餐 他說 妹妹 晚上要不要找你男朋友 一起出來吃個飯 給叔叔認識一下 叔叔幫你看一下這個男生 我說好啊 那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我就讓叔叔 直接跟他對話 然後我就聽擴音 然後那個叔叔就說 妳叫什麼名字 他說 喂 我是丁祖信 他把我爸的名字講出來 他 我男朋友竟然想說 要跟叔叔開玩笑 然後就說 我是丁祖信 然後騙他說他是你爸 對 他就開玩笑 他想要跟這個叔叔 拉近關係 然後他就開了一個 很低能的玩笑 然後叔叔直接立刻變臉 然後一句話不說 手機還給我 然後我就很尷尬 然後我就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他說沒有 我就開個玩笑而已 什麼的 然後我就 算了 你剛剛的白眼又白不起來了 你不要白眼 你沒辦法詮釋這個東西 就不要犯 對 為什麼 他又打了什麼 你就會覺得 這人怎麼可以 這麼白目 怎麼可以開這種 拿我爸的名字開玩笑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這種玩笑 一開下去 整個不可能了 關係也有結束 這輩子不可能相見了 降掉了 對 所以有些人真的 那個開玩笑的分寸 真的 很不會拿 好 那我們要聽一下 兩對的故事 到底是你們太愛走心 還是你們玩笑不會開 他那一天是這樣 生日那一天 我那一天生日 他很好心 就是 其實 他給我燉了一個豬腳 他那個 那個豬腳 其實你覺得不怎麼樣 那是因為他一大早 六點多鐘 他去市場 去找市 幫我買得好 所以是一個職業 我覺得我講比較有公信力 你也對 因為潘老師生日 然後我們大家就要 給他一個驚喜 可是譬如說 如果今天S姐你生日 我說真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 送東西給你 因為你根本就不缺 任何的東西 誰講的 可是潘老師每次送的東西 都很好耶 對 可是我就說 沒有 我覺得 就是他最對我來說 還很棒啊 就是什麼燉牛筋啊 對 他的物質生活 是已經到高規了 那你說 我要送潘老師什麼東西 他才會高興 可是我覺得 他很喜歡吃我做的東西 做的菜 我就特別去買了豬腳 然後在前幾天 我們一起錄影 我就說 真的喔 對 然後我就 因為他以前 他女兒喜歡吃豬蛇 滷豬蛇 我都是 還會弄 而且是還沒有冷凍 我就送到你家去 我說趕快去吃 趕快吃 然後我就是他生日之後 他不知道 我會參加他的派對 後來我就帶了 我滷了豬腳 滷湯兩大包 因為我也是一起滷 我也可以吃一點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我 好好珍惜為你滷的豬腳 你卻 因為也許當天他收到太多東西 然後他就說 那瑪莉歐 我說 老師那是我幫你滷的豬腳 他都還沒有吃 然後就 拿了其中一包說 就送給他的學生 一個高 比較年紀大 一個八十五歲的 奶奶 我說 你好不尊重 我對你的用心 你看 不是 還好吧 對 但是我跟你講 重點來了 他不知道那個內容 因為他給了我那兩包東西 你一包有留著嗎 一包留著 因為那個 奶奶我知道 那個是我班上那個阿嬤 那個八十五歲 他我是乾媽 他把我當乾兒子這樣 所以他對我很疼我 我知道他很喜歡吃豬腳 喜歡吃豬腳 我想說 他給了我兩包 我說阿嬤 就給了一包我給他 讓他帶回去吃 我說這個真的好好吃 他開始 他翻臉了 我沒有說我不吃 但有另外一包還在我那兒 只是他沒有看到 他直接說 我媽那麼著急 我可以豬腳給你 他當場罵你喔 沒有 我沒有這樣 他臉很臭 我就說 人家送他喔 他非常生氣 他那天把我蛋糕吃掉三分之二 你私底下送可以 不要在你面前 不要在我面前 不是 他在你面前送的原因 是因為他要跟那個奶奶說 這是你煮的 很好吃 對 我跟他講 他一定要我吃 而且他 我那次在西餐廳裡面吃牛排 他叫我先把豬腳拿出來 先吃一口給他看 我怎麼吃 請問一下 可是我覺得可以生氣耶 我沒有說 因為你做 你是為了 他為了你做的 然後那個在 從採買到做的那個心意 都是想著你 可是你直接送給別人的時候 你送一包而已 對 我就是一包 因為他給了我兩包 而且潘老師剛剛說 我就分一包給奶奶吃 就是這樣 這個行為是好的 可是我覺得馬哥 我知道他啦 我知道他的心啦 我是覺得有點 我這麼心血幫你做的 你就這樣送 你現在就送掉了 他等於有點想 把我站為獨有那種 他很怕我跟人家怎麼樣 他就一直會有那種心態 我們兩個就有一次 我們為了要騎車 我們兩個要騎車出去買菜 我們原來要出去吃 我說我們今天去南面市場買菜 他說好 那你過來接我 我說你從景美到南面市場 羅斯福瓦比我還近 我從內湖要到南面市場 我還去接你幹嘛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不想騎車 而且天氣又冷了 因為那天下雨啊 對 他就說他不想 那我說好 我就說那不然我去接 可是我現在想說 你那邊那麼近 他就是不願意出來 他說你現在拿 你乾脆去幫我買 我就有點生氣了 他就連去都不去了 對 他連去都不去了 就把他傳雨衣去 對 他就覺得 而且老師 你要把事情講得完整 是因為我是陪你去 我又不缺那些東西 不是 是你要買的嗎 要的嗎 那天先打電話跟他講好說 我們兩個要去買菜 你要買 到底是要買誰的菜 買臘肉 我們要煮湯的臘肉 他說我也可以調一下 是你的湯嗎 我的湯跟他的湯也會煮 可是重點是 我們先講 沒有 重點是他有要買嗎 有 他也有 他也有 現在還可以講說沒有 沒有 重點是他 我後來 我後來就覺得說 如果好 那我去買 那你不來 沒關心 主要是因為 我不願意去接他 他說他那天懶得去騎車 我先也想說算了 我也就幫他買了一道回去 然後後來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看了一個新聞 有一個Uber E 送Uber E的 從後面一刀 當場就 你看那個新聞 就當場就掛掉了 我那時候心裡面感觸很多 我先想說 人生就真的兩個字 就是無常 對 你該怎麼辦 所以現在 不管到任何地方 他只要打車 老師你來接我 我就一定去接他 而且我讓他坐後面 你不是騎腳踏車嗎 摩托車 摩托車 對 讓他坐後面幫你擋是不是 對啊 我又沒有什麼 坐牢幫你去找 我就叫他坐後面 我就願意去接 你有那麼多敵人嗎 不是 我也沒有那麼 我真的是覺得說 我對這個朋友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 那個捅你的人耶 那種感覺 他都在你後面 我怎麼先捅你了 那沒關係 捅在我哥們的這個手下 我OK 我過得去 手來 我跟你講 我對他是無視的 沒有話說 你去問圈那十五人 他殺你你OK喔 他要殺我 一定有他的原因在 他可能沒吃飽或者幹嘛 因為他 你為什麼把我 怎麼搓腳送別人 他這輩子 你知道他這輩子 就是太過於 你知道那種感覺 我覺得自己很微不知道 他很珍惜每一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你對 不管怎麼做你現在 不管你也是一個 身分地位的人 所以你目前的工作能力 你可以讓你的老婆 跟小孩吃得很好 對 為什麼不這樣做 上禮拜我們去錄影 我們兩個同時錄 錄一個節目完的時候 中午十二點鐘 一點多鐘了 他把他帶了兩個便當走 我想說沒關係 中午你沒吃 你就帶回去 他說我正帶回去幹嘛 他說我帶回去 我煮給老婆小孩吃 我煮鹹粥不行嗎 對 那我覺得說 其實你這個時間 可以帶著老婆小孩 一起出來吃 給他們吃個好 天氣很冷 吃個火鍋好不好 那個太貴了 我帶回去給他們吃 我說你老婆小孩 可以吃好一點 你自己吃便當就算了 他不要 我就說硬打電話給他老婆說 來 那個誰 恩欣 你要不要吃 恩欣說好 老師 我好想跟你們出來吃 幾歲 他老婆 小孩啦 老婆跟小孩 小孩是五歲 五歲 就帶出來吃火鍋 那天我請他們吃火鍋 他老婆吃得好開心 什麼什麼 他們是很久沒有出來吃飯了 是不是 對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你不能帶 你不能帶 你手術沒幫他找 你手術沒幫他找 你不是做假的 你不是做假的 你不是做我特級好了 不要這樣 你都沒做錯 對 不要生氣 走心了對不對 對 像這樣火 不是因為 這樣講的 他老婆小孩就是 他封鎖他老婆跟小孩 不給他們吃外面的食物 對 因為不是封鎖 因為我覺得你審 你審 我就在那邊 講了一個道理給他聽 我說你真的審沒有關係 你對自己摳一點 OK 但你對老婆小孩好一點 五歲很需要吃好的吧 對 你老婆還當家的 所以那天在吃飯的同時 如果是真的 我就跟他老婆說 恩欣你下次真的 你買什麼東西或什麼東西 如果今天瑪莉又不給你的話 你跟我講 我給你 雖然他女兒是骨瘦如柴嗎 也不會 滿高的 長得很好 對啊 對 但是我是 我是一直覺得說 長得很好 不是 給他吃好一點 我給你一個抬轎 我女兒現在在插館 對 然後很棒 給他鼻子講 不要 OK 太黑了 我很疼 太黑了 我很疼他女兒啊 我不會騙你 他老師其實很疼我 然後其實我 如果說我們這樣比例來講 我吃潘老師吃了大概一萬塊 潘老師只吃我一千 就是這個比例 因為以收入來講 平均來講 我吃老師的太多了 那老師 所以 所以老師他只要對於我 有任何小小的要求 我基本上盡全力的去滿足他 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把我們的 線紙的整個對話 讓你們看 那個你們讓我看 他今天早上只問他 就是我們 我從來沒有刪過 我跟潘老師的線紙 從來沒有刪過 你是想說以後再告別吃 都很難認得出來嗎 不是 潘老師 謝謝你的什麼什麼 潘老師今天早上就說 兄弟 你今天會去買乾麵嗎 突然間就叫一句 我說 我就跟他 我知道他想吃乾麵 我就說老師 你想吃我就去買 你知道是哪一家是不是 大家旁邊 就是我們家 金梅那一家 你只要 我覺得我能夠為你做的 就這麼多 對 所以我會盡全力 所以你今天有吃到乾麵 目前還沒有 在修理室 修理室裡面 對 那你真的會不會要付出 很多耶 他對我非常非常地好 這才是哥們 我有跟他講過說 從我們認識的那天起 我有好的一天 絕對有他 潘老師的毛 其實你知道怎麼摸 你就知道 跟他基本上不會吵架 你不要去否定他的東西 不要去否定他 比如說你講一句話 把他惹毛看看 比如說就是說 他跳的那個舞 你說這個還好 其實他會不高興 他說那你跳個好的給我看 你其實 這個還好 就是 然後你不要講到 上次就是上次我們講 他騎車幹梅三字經 那是真的 我也嚇到了 他說你不要說你是不是能力 你是不是體力不行 對 你不要否定這些東西 其實他就會講 他那天就是我也嚇到 我說怎麼會罵三字經 潘老師嘴巴從來 不會讀三字經 我其實 我的 我覺得我的格局是滿大的 而且我的壓力 其實基本上也會 很有那個分量 因為我都到這個年紀了 你問凱希 我在他們節目受委屈的時候 你也受委屈 受委屈 所以我跟潘老師錄影 然後他們 因為老師來 我們都一直開他玩笑 覺得說老師很爛 你不要上 一看就上 你現在對老鼠屎 什麼的 就是全部的人都攻他 然後我就發現他那天 因為以前我們都會 一直開他玩笑 然後他都不會怎麼樣 但他那天都不講話 然後我就 走心 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奇怪 然後連乃哥都 那個私下也問說 為什麼他都不講話 然後但他也沒有去問他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可能是我們想太多 結果隔天我錄影遇到他 他就跟我說 凱希啊 我昨天真的超不爽的 我昨天那是真的生氣了 他說 他說我不要再去你們節目了 可是不是每次都這樣開玩笑嗎 你知道 我們 所以那一天是誰講了什麼話 刺到你 其實就每一個人 然後他也在一面 然後 哪一個人身體 可是牙齒很白 牙齒很白 真的 對 然後你牙齒很白 你又喝了漂白水嘛 對不對 你又去割了雙眼皮 他現在還問我身邊去打肉毒 他真的 你能自己看他身邊 很像打肉毒的感覺 每一個人都說 你割雙眼皮 我打肉 你問他 沒有 他問我身邊之後 你有沒有辦法 我可以翻白人 你沒有辦法翻白人對不對 我沒辦法 對不對 老師你再翻一次 我不會翻 怎麼翻 你剛剛說什麼 你不會翻 我不會弄這個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會想到那個 好 反正就是 就是我最討厭人家是去誤會你 那你明明知道 其實我會做一個效果 我讓大家 你是不是打肉毒的感覺 你沒有生氣 那個還好 交情好了 沒有 因為我已經被問習慣了 其實你說我這個年紀 到底有沒有打 我必須承認我打了 打電波吧 我打了三劑莫德納嘛 對不對 一劑的這個流感疫苗 好不好 避免沒打 對 其他都沒打 老師你沒有打電波嗎 誰 你沒有打電波嗎 沒有打電波啦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去他們節目裡面 打那個班的那個叫什麼東西 皮苗 對啊 那個 因為那個班嘛 打了被他們講得跟什麼一樣 我總覺得算了 別少碰這些東西 你們講到什麼 我忘記了 是不是講說什麼 說打到我割刷眼皮啦 就是每一個都說 你有沒有割刷眼皮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又說你看 你割刷眼皮之後 然後一個牙齒 你看又用割刷水 割過的牙齒什麼什麼 久了以後我會 所以還是說太多人一起攻擊你 對啦 因為你 也有種被孤立的感覺 而且老師是說 因為她女兒 會看 衝衝衝 所以她很在意 她很討厭人家說 我在 你們 你們在我女兒面前 這樣子數過我 那我怎麼面對我女兒 對 我常常在節目上做一些 很 很可愛的效果 其實讓大家覺得開心 這是我 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 小朋友你知道當局的名字 看著人會覺得當真 爸爸怎麼會這樣 我女兒是爸爸你怎麼會這樣 那個人 成哥為什麼要罵你 乃哥為什麼罵你 他沒有說為什麼 你好笨什麼 但你其實你明明知道 有些東西是我們自己明明會 我知道這個答案 可是我必須要做 另外一個效果來讓大家玩 可是小朋友會當真 你知道我女兒為了要去玩這個 為了讓 覺得要討回她這個面子 她把衝衝衝的裡面 所有的東西全部背起來 你女兒 我女兒現在很厲害 超厲害 她知道她背 她說我先 爸爸有一點 我去上的時候 我去一定要把乃哥給幹掉 對 西跟徐睿 你們是好朋友 我們兩個很好 我們從星光到第一屆 到現在也 十幾二十年了吧 但其實我跟他認識算更糟 因為我以前國中的時候 我就 我有一個國小同學 跟我同個補習班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他也有一個同學 唱歌非常非常好聽 然後後來我在星光 才發現他講的就是他 就是同一個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 算滿有緣分的 然後我覺得我們兩個在演藝圈 也算是載夫載成吧 就是星光一的時候出來 就是很有光環 很紅 到後面我們兩個 其實都沒什麼工作的時候 就會互相安慰對方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在他心中應該是一個 還滿重要的一個存在 是啊 但有一件事我超在意的 就是他是一個很熱 很喜歡熱鬧的人 然後他每年都會 辦那種大型生日 就可能一次都是七八十 五六十人 你有這麼多朋友喔 有 有這麼多朋友 你看到每次他生日的 那種合照都是那種 可是那些人都是你認識的嗎 對啊 真的很好嗎 都是認識的 然後我就有部落的人下來 沒有 沒有 就是從以前可能就出道之後 然後有陪在身邊的 然後我國小同學都有受邀喔 但是他從來沒有邀過我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有一次就受 每一年耶 對 我就受不了 有一次我就問他說 盧學員為什麼你每年生日都不邀 因為我覺得自己問這件事情 好像有人後臉 對 但是我就覺得每一年都是 我看到我國小同學都一直在那邊 然後想說他有我跟你熟嗎 我就很走心 我就問他 然後他就只給我一個原因就說 因為我怕你都不熟 他怕你去會乾 可是因為我覺得他應該夠了解 我的個性是你把我放在一個 就算不熟的環境 我也是可以跟大家講的 不是很會熱場嗎 就是對 我OK 因為我可以譬如說 去現場可以喝個酒或什麼 就是一般就可以熱絡 我就覺得你這麼了解我 然後居然是因為這個理由 沒有約我 而且你們是有好 到什麼程度 基本上我什麼事情他都會知道 對啊 就是心情不好都會跟對方分享 都會說 一定會說 你們會視訊嗎 視訊是沒有 他們因為自己碰面就好了 對啊 現在對你那要視訊很煩耶 不會 因為懶得打字 懶得講 乾脆 可能很久 老公視訊 你就要裝髮就是 這有什麼裝髮 就是衣服 他大便在給我看還裝髮 因為我老公有時候很討厭 他自己在跟朋友吃飯 然後可能已經有點微醺了 他就視訊給我 然後我想說到底要不接 不接好像又過分 然後他也會問我 我那時候是穿什麼 穿什麼 然後有一天 我就是真的劈頭散髮 然後沒化妝 然後他就視訊說 寶貝 我在吃飯 我說那你自己還放喔 然後就把電話一轉 他說 這是陳大哥 對 然後我說什麼什麼大哥 然後我就說 陳大哥 沒有 然後一怪我就說 不是啦 信不信 可是他想要讓你 跟他的朋友一起 但是我怎麼放信 但他不知道你那個狀態 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留言 我說寶貝 你可不可以不要隨便視訊 你怎麼知道我現在 萬一我裸體呢 然後我說 萬一我現在美化妝 臉很垮呢 然後他就還給我截圖說 寶貝 你很漂亮 然後那張照片是我這樣 可是他真的很愛你 因為他不在乎這些 對啊 他喝茫了 不會啦 我以為他看了就醒了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 生日派對 沒有邀他的原因 其中一個也是因為 我自己在生日派對的時候 一定一部分是我自己會喝很醉 然後沒有辦法 好好的照顧他 好可以照顧我自己 當中呢 因為其實有幾個朋友 他們一直都很想要認識他 可是那些人 有些是那種豬哥的 他保護 對 想保護他啦 這是什麼 所以你這樣 你也有這樣的朋友 為什麼豬哥都會這樣 他們就是當朋友可以 但是 不然豬哥要怎麼樣 對啊 隨便來一個都是這什麼 怎麼會是 就拿 卡準豬哥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就不想要讓他們 就是靠近他這樣 不想要那麼蹭跡啦 那你可以不要邀豬哥 然後邀他 對啊 我們可以另外一半 那就沒有朋友了 可以啊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另外一半 可以另外一半 拜一場沒有豬哥 我要講 講到另外一半 我想到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一個群組 然後也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那群朋友 就是不是那種 每天都一定要聯絡的 但是就是你們一見面 就會覺得一見如故 就還是可以聊很多 就很多這種朋友 然後我們有個群組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忙 所以平常比較 沒有辦法那麼常聚會 然後有一天 我們就好不容易 真的喬到一個時間 兩個月前就喬好了 就說那我們就是喬 那天的晚上九點 然後去酒吧喝酒這樣子 然後學瑞就說 可是他那天要駐唱 我說沒關係 那我們就先約 我們前面幾個 先更新我們情況 然後再等你來 我們可以等你這樣 他說他大概 十一點半會唱完 然後就來跟我們會合 我們說好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約九點 在那邊吃飯等他嘛 結果到一點半的時候 他還沒出現 一點半 然後我們就打給他 他就一直不接喔 然後最後才訊息說 他駐唱的時候喝醉了 是駐唱完 你在現場喝醉嗎 對 他就說什麼 他唱的時候去逐桌敬酒 然後他就喝醉 然後他就問我們說 他可不可以不要來 約了兩個月耶 我們是特別為了你約了這個局 然後他居然要放我們鳥 沒有 還是有趣喔 你是不是根本不想要跟他 跟他講話 沒有 他還是有來 他大概兩點的時候有來 然後吵醉 他可是他還失憶 而且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超厲害的耶 因為他們約了那個酒吧 他是在三樓 我還是慢慢地爬上去耶 你覺得自己很勾益戲是不是 超級耶 對 好險他有來 不然那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罵他 其實你應該很會喝起來 對啊 怎麼會 很少聽到原住民會喝醉的耶 不是 因為我好像 真的很棒就是高估自己 我也覺得自己很會喝 可是很常就是 兩三遍這樣 結果就過去了這樣 你生日可以約到幾個人 我其實 你那次大壽那次 我可以遇到很多人 但是我沒有想要 我只有真的是 非常麻糬的朋友會約的耶 像我今年我就沒有辦了 我今年是完全沒有 是他們是給我驚喜 我今年就是跟家人 老婆小孩在吃 所以我不要想說 不要再去麻煩別人 那我去年因為六十歲的關係 我就辦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約 十幾個而已 但是都是厲害的喔 都是大咖 還有幾個大家 身邊有工作沒有辦法來 應該也有花蓮市長吧 會 好可怕 所以你看你現在六十歲 你才十幾個 對啊 你三十五歲七十幾個耶 這太誇張了吧 這年輕的時候 先玩一玩啊 他喜歡熱鬧啊 對 或是他朋友可能會帶朋友來 然後就一... 就整個包廂就滿掉 所以我就乾脆 那最後是你買單嗎 對啊 所以反正就生日只有一年一次啊 七十個人的酒水單要多少錢啊 很猛 可是有時候不會 會花到十幾萬嗎 會啊 會 會花到十幾萬 太狼狽了 所以你也也是 你也很狼狽 就值得的話 你覺得值得的話 如果他很在乎那些粉 但是就是沒有我啦 不是 怎麼會這樣啊 不是 我一定... 他自己也是 他自己 現在已經快要聖誕 那個交換禮物了嘛 對 他聖誕交換禮物也從來沒有約過我 他每年都會辦嗎 對 每一年他們就會有 大派對是不是 也不是大派對 就是十個 十二十個人 然後他就... 都是女生嗎 沒有 男女都有 但是都是你認識的 固定了一群 對 然後也都是我認識的 跟你很好 對 也還算滿好的這樣子 對 然後有一年 我就是真的忍不住了 就問他 我就說 你忍不住 自己忍不住 都忍不住耶 不是 你就是 就是自己問 真的開口真是很難啊 我知道 可是他又太想知道原因了 對 那因為已經好幾年了 我就問他 我說 你們今年有要就是 聖誕就交換禮物嗎這樣 他就說 有啊... 我說那你怎麼沒有 順便找我一下什麼的 他說沒有啊 因為歌手不是通常 聖誕節的時候都會滿忙的 所以我們這樣說 我們就 不會去特別找你這樣子 就讓你聖誕節的時候 你可以去 就是跑個商演活動之類的這樣 但有一年我真的太氣了 怎麼樣 因為那時候聖誕節交換禮物 那時候已經交換完了 然後我就很常看他們的 那個版面嘛 結果我看他版面的時候呢 有我前經紀人 就是我當時的經紀人 居然跟他們交換禮物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很氣 我就打句話跟他們講說 什麼意思 你們不是說就是通常 就是歌手 就是有活動 商演嗎 他說 對耶 對耶 國際證據 沒有 因為那是一個群組 固定的人 那通常你問就會問說 你們是不是在互相報復啊 沒有 你不救我 我就不救你啊 他經紀人你認識嗎 我認識啊 那你看到他經紀人 你會不會想說 打個電話給盧學位說 你是不是沒事 你要回來 不行啊 那禮物要先買好啊 就太臨時他也沒辦法來啊 要救你 對 好啦 我今天也會怨念 是不是已經 要到我了 你記得啦 我覺得目前聽起來你們兩個 好像很不熟耶 你們兩個很熟喔 不是 因為其實他對我滿好的 因為其實像我之前自己 就是我自己精神狀態不太好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比較 其實我不太會主動約別人 他想比較多 對 然後真的是 你不會主動約別人 那七八十個人的派對 那就是 就是生日的時候 生日的時候就想要熱鬧這樣子 好熱氣氛這樣 然後可是平常自己下氣 我都滿安靜的 可是凱希是唯一 就少數幾個就是我自己 如果真的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會打電話給他 然後約他出來的 而且他也是少數幾個 就是會主動在 我通常我消失的時候 都是消失一大段時間 對 他會把自己關起來 對 我大概可以消失那種 一兩個月 三個月這種 就完全不跟 那你去哪 那時候 我就可以待在家 或是回去台東之類的 就是完全不接電話什麼的 很多人想說 你這樣子沒有手機 你沒關係嗎 我絕對沒關係 我是那種人 這是個性的 對 然後後來 那時候凱希她都會 就是傳訊息給我 然後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如果 我真的很悶的時候 她都會講說 你出來一走一走 你不要再自己悶 一個人悶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有他這麼悶 沒有 因為我不是一個主動的人 可是我感覺她是一個 很脆弱 很需要別人去關心的人 所以我覺得為了她 我就可以願意改變 我這個很被動的個性 因為我覺得她是需要我們的 對 可是她可能比較 因為她不喜歡說出來 她不喜歡尋求幫助 OK 這人之間的磁場很重要 有些東西 你明明知道 譬如說 她的地雷是什麼 但是你就算踩一下地雷 你也OK啦 也無所謂 不會說什麼 盡量不要講那個誰誰 沒有到這種程度 那樣是壓力太大了 對 就是我們 我知道有時候 你可能會有點小聲 但是一下就過了 小彈 好玩一下啦 小彈啦 難免啦 所以你們會有這種 明明知道對方是地雷是怎麼樣 反正我知道 故意去鑽的嗎 我就是知道潘老師 盡量不要去說她什麼 鴨翅白 她這個還好 但是體力不好 你不要說她 你今天配得好奇怪 你今天衣服搭得好 衣服她也會在意 在意 她的衣服都經過她精進設計的 都是設計過排好的這樣子 所以可是你今天這套 她生氣了 但是因為你跟馬老師很熟 所以不會怎麼樣 沒有 我是講真的 真的 好好 你是不是以為是麥克爾迪克森 不是 是 麥克爾迪克森 哪一首啦 逼我啦 哪一首 我沒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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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要玩了啦 所以是什麼 故意鑽的 反正 他可能會有一次 我覺得你 那一次是因為我跟他一起去 民視錄影 那坐他的 搭他的車變車 然後就會聊到我們的家人 聊到我們的老婆和孩子 然後結果他就講說 我們家拉拉 就長得比較矯 比較嬌小 他說 然後因為我們會跟他分享 我們家普密 長得快頭啊怎麼樣 他說那妳好啊 對不對 然後妳們個子高 我現在就擔心 因為我就是怕他會 移軒到他 長得不是很挺拔 我說那不然 我們家普密有吃成長錠 那妳要不吃 他說成長錠 他很害怕 給小孩的吃不好的東西 然後他給我的都是好東西 我就說那不然你也試試看 我們有在吃 後來 沒錯 後來我是真的是 讓我女兒去藏這個東西 然後他還補我一句話 那叫 他跟我這樣講 派笛 他說派笛 那個笛 那派笛出後身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你怎麼很個隱 你有沒有跟兄弟 你跟我講這種話 但是我必須真的是 我有一個好的習慣就是 可能對於我身邊 我對於這些東西 我勢必是一定要三選 挑過 精挑細選我一定要知道 那知道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而且從那個時候是 我記得我們LALA那個時候是 好像是七歲嘛 那時候開始吃嘛 七歲 後來你跟我講那時候七歲 然後一直到目前十幾歲 這個當中 這個過程當中我就發現 不一樣了 所以我才會說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告訴你說 你今天非得要用這個東西 我只是告訴你 我女兒就是因為她 我也是 我覺得所有的父母親 對於小朋友的成長過程 她都會非常在乎 對不對 那我今天要告訴你 我到底是用什麼 吃了什麼東西是 讓我覺得 讓爸爸媽媽們都非常的放心 我現在帶給你看 當然家裡面的小朋友 讓他吃得安心 這是我們做父母親的 最大最大的食物 所以我其實 我就是讓我小朋友 吃一些成長定 那這個成長定是什麼 它有一點 牛奶草莓的口味 它很特別 它特別是 你知道小朋友喜歡吃零食 對 對不對 喜歡吃零食的同時 你會發現這個零食上面 它還有一個 譬如說它有一個標示 上面是一隻小猴子 對 它在吃這個同時 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嘗 可以嘗嘗 嘗一下 這草莓真的很好吃 嘗一下它的味道 它有點像草莓牛奶 它真的好吃 這小孩一定很愛吃 對 就把它當成零嘴在吃 就像糖果一樣 那你也知道 其實我們在小朋友的 這些成長的過程當中 它有很多的因素 會影響到它的成長 還有寶寶晚上挑食 這個不吃 那個不吃 然後晚上順便要玩手機 熬夜 這個都有可能會造成 它的成長過程會有一些 問題 對 我讓它吃這個東西 原因是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 它是一個讓你覺得 很放心的一個成長定 然後你會覺得說 它其實比起我們平常 吃一些什麼粉狀的 果凍狀的 來得方便 吸收也快 對 你沒有辦法說 想到說來 燒水 泡 沒有這麼高尷 就是你想吃就拿來 就直接咬一咬就吞 隨時就放到嘴裡面 好上口 一天可以吃幾顆 我給我女兒一天吃四顆 這麼多 一天吃四顆 你看 它從七歲那個時候的照片 那個時候七歲的時候 它大概就在我的肩膀這邊 還不到肩膀的位置 現在十歲已經到我的肩膀 竄得非常快 馬上長到了 這個是我們去泰國的 對 我們就是去泰國那個時候 我女兒是標準的三七身 現在長得非常的長 一百四十幾公分 它才五年級而已 它是現在運用了 最新的濃縮技術 然後因為現在你說要用鈣 你單一方面的鈣不行 那要用副方鈣 兩顆算是一份 它有三百毫克的鈣在裡面 那不是單一的副方鈣 那就等於是要 要十斤的雞胸肉 好 三十六碗的鱸魚湯 這個不得了 這個就跟著七百五十克的豬腳 濃縮 其實它這個東西 就在濃縮裡面了 這三種很厲害的生態 你讓小朋友 可是其實你根本 你不用擔心它 它就是幫助鈣質的吸收 你會吸收得更快 你不用再吃這個東西 你還捏著鼻子 你要長高一點 你給我吃一種藥 你要怎麼樣 專骨 對 吃藥沒辦法 你知道有多少的小朋友 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父母親要要求你們吃中藥了 對啊 因為吃這個 專骨 什麼 什麼 等大人 對 老師你說這個有三十六碗的鱸魚湯 對 可是一般人都平常沒辦法 吃到那麼多 你沒有辦法這麼辛苦 去熬那個湯去吸收 它最主要是因為什麼 它有專利的什麼 聰明磷子跟什麼 芝麻素 就是幫助睡眠 對 因為你知道 其實小朋友的專注力不夠 睡眠不好的時候 就是他專注力就不夠了 我好怕小孩熬夜喔 可是現在小孩子很難 不好 除非說你很有定性說 九點半就上床 對 除非要幫他 而且上床就要關燈 對 那你說不玩3C很難 我那天講說 睡覺前三十分鐘 不要玩iPad 醫生跟我講說 瑪莉歐是三小時 不是三十分鐘 不可能 其實都不可能 對 那你如果說 在不夠的睡眠下 小孩子的專注力 他容易恍神 容易不專注 可是有了芝麻醡 跟聰明磷子之後 可以幫助他睡眠 在有限的時間內 做充足的睡眠 可以讓他提高腦袋的 反應跟邏輯 所以這個很重要 他的反應跟邏輯 會特別地快 我必須說 他讓他的專注力變好了 他看一個東西 甚至他背一個英文之後 他會很努力 我有時候叫他 譬如說寶貝 我吃草莓幫你弄好了 他沒有聽到我在講什麼 他就會很認真的 把他那一段看完 吃一天兩天 其實看不出來 要一陣子 他這麼長的時間 你可以很清楚 明顯地發現 他在學校 這個過程是一直往上走的 你就會覺得好放心 能夠提早去補充營 這是最重要的 另外因為這個東西 是要長期地去補充 他的養分 所以他有經過了 所有的認證 SGS 但是沒有 SGS是肯定一定要 因為所有的這些食品 就一定要經過 他一時的認證 沒有西藥 沒有荷爾蒙 我們有一些基數 所以他說 其實我們說小朋友年齡 成三到十六歲 是他的黃金歲月 這個時間的成長 你讓他在這個時間 維持一個很好的體態 那以後真的不得了 你不用擔心 我其實還是這樣 SGS以前我一天給他吃一顆 但是到現在 他一天吃四顆 他是比較強力的補 對 強力的補 吃素的也可以吃 淡奶素的也可以吃 對 吃真的 他是植物性蛋白 他不是動物性蛋白 大人都可以 你不要覺得只有小朋友 孕婦也可以 大人也可以 大人為什麼要吃這個 他可以補鈣 它就是鈣 鈣質 所以說這一罐 是解決了爸爸媽媽很多的煩惱 不用再準備一大堆 瓶瓶瓶瓶給孩子補充了 對 一定就搞定了 真的 方便 如果真的你很安心 要讓你的小朋友 能夠在這個成長的過程 他能夠超越別人 或者成長過程 他覺得他上課的那種 感覺反應靈敏 都會變得比較快 而且他可以很專注力 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這個很重要 有自信很重要 真的 他老師給你良心的建議 好棒的建議 對 突然想到 我們會一起打排球 但你們從來也沒有約過 我去任何聚會啊 是不是你都不來 而且你超忙的 後來都不來打 你還敢說 哪有後來是因為 那個群組變很多 太多人約 沒有 他是一個假約王 他都會說我要去 然後他根本不會信 對 那是你 跟妳一樣 妳一樣 你們兩個都是這樣 你們兩個真的都是這樣 沒有 我會很明確地說 我是假約 可是他是演得跟真的一樣 真的啦 你看潘老師一直約我去那個寶地 對 你從來沒來過啊 對啊 沒來過啊 好像有出來 你都跟我說好 OK OK 下禮拜你看怎麼樣 OK 從來沒有 潘老師會錄一些路上的鳥啊 說什麼 快 我跟你講 不是我的鳥 是那邊的鳥 那邊的鳥 你幹嘛約他啊 不是 因為他有說 他有時候其實想要出來走走 就像我講 我也會想要 像這種情況 我會把想學瑞一起帶出來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 應該要出來走一走 對 你很需要就是一個 帥太陽 有啦 其實我那時候去打排球 也是凱西找我去打的 對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是狀態不好 連體態也超級不好 你為什麼買那麼小件的衣服啊 這個是最大件的衣服 這還算瘦耶 這張還算瘦了 你好大一個喔 對 那時候就大概胖到120 這個時候你信心也很差 想要跳了對不對 就是沒什麼信心啊 而且他都會 他都會發一些限動 然後那種自有的 然後就打一些 就是他感覺很負面的東西 不要 千萬不要 那是真的 因為之前 之前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比較瘦嘛 然後不是後來就 開始吃吃喝喝 然後就越來越大吃之類 心情好 心情不好的時候 都吃吃喝喝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 就有一次 我是去試鏡的時候 被人家講說 我很像泡著浮馬鈴的 浮屍這樣 對 然後我就從那時候開始 就很沒自信 然後所以以前我對於那種胖瘦 其實完全不在乎 對 然後後來想說 他找我出去打排球 對啊 去運動一下 那應該運動運動應該沒事 然後前期也覺得 好像也沒關係 我覺得運動運動也滿開心的 然後見見好朋友 結果有一次呢 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他居然就看到我的時候 他說 Rushy你怎麼沒有什麼動 你就開始狂流汗 我說而且他剛剛 他要跳沙球 我說你剛剛有跳嗎 你跳不起來嗎 對 為什麼突然要開始攻擊他 沒有 因為他那時候就很胖 就開玩笑嗎 因為就很熟啊 想說他就不會生氣啊 可是前面幾次打到 他都不會這樣講 都不會這樣子 然後就突然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講最嚴重的是 我真的是已經 太氣了 他是居然有一次 我們那時候已經在休息了 我們休息的時候 他就看手機 他說 剛剛說 松山高峰這邊有 是不是因為你害的 我就想說 因為我剛剛很熟啊 然後他也會開玩笑說 對啊 我現在很胖啊 我現在是什麼 他會自己 可以開自己玩笑 可是別人講就不一樣啊 不是 你知道 就一 我也覺得那天 可能我自己心情也是 不是不太好這樣子 然後前面的時候 我就已經這樣 我就覺得 還是應該看得出來這樣 結果後來 在休息的時候 他還給我補這個正殃這個 我就覺得 然後一打完就走了 一講完 你就立刻離開了嗎 沒有 就是那天一打完 平常我們都會約吃晚餐 或什麼的 然後他就立刻就走了 生氣耶 所以你有感受到他在不開心嗎 有 也有覺得他好像不開心 然後我本來想說 我是為了要激勵他 因為他那陣子真的太胖了 我覺得他 我想要找回以前的他這樣 然後沒想到下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就變更胖 因為你知道嗎 不是 因為你看到那段時間 我就完全就沒有再去打排球 因為我就覺得 天啊 連我自己身旁的好朋友 都這樣子嫌棄我 對 就算知道符合是在激勵你 但是你不喜歡這種方式就對了 完全不行 我是不太能被激勵的 要不然的話 我覺得激勵有別的方式 對 就直接約你出來打排球就好 不要多說什麼 而且以前我有看到那種新聞報導 他明明就講說 就是越胖的人 你越講說他胖的話 他一定會越來越胖 真的喔 這個邏輯 有嗎 沒有這個邏輯啦 就是他就會覺得 因為他就開始放棄自己對不對 就會覺得自己更卑微之類的 因為我不容易有一段時間 我自己還調整過來了 想說沒關係 我就當男生版的Adele這樣子 然後結果看到那個新聞報導 Adele變超瘦 對 張一點喔 Adele都秀了 對 然後我就超放棄 Adele氣到很多人 真的 真的 好瘦喔 所以你們各自的地雷都知道了 所以你們覺得接下來 應該不會再出現 大暴走的情況了吧 但有一件事情我也要講 這也是跟生日有關的 因為他剛剛就講說 生日派對我都沒有約他 對 然後凱欣很好的地方是 他會約我出去 然後他之前還會約我去做 那個手做蛋糕 蛋糕 對 我就覺得超開心的 對 然後做了一次兩次 然後三次 然後都覺得還不錯 這樣子做下來 然後結果有一次呢 他就特別約在 我生日左右的時候 要去做手做蛋糕 而且他那天呢 他想說他要做兩個手做蛋糕 這一聽 我就信仰說 而且你真的是太貼心了 對 你其中一個一定是要送給我 對 然後結果我們就做做做 做了幾個小時之後 然後做完之後 我就想說 是不是要給我驚醒了 這樣子 要給我了這樣子 結果沒有 完全沒有 到我們走之後呢 也都沒有任何訊息 然後就想說 但你另外一個手做蛋糕 到底是要給誰的 然後我就 不好意思 又忍不住問了 我就忍不住問了 我說你今天不是做兩個 我說你另外一個手做蛋糕 你是要給誰的 他說我一個朋友 從那個國外回來 所以我特別要做給他這樣子 我就信仰說 好可怕喔 不是 因為這隔兩天 你怎麼太懂了 你就 因為隔兩天就是我生日了 可是你特別約我去做手做蛋糕 你一定會這樣想的 對 我想做兩個耶 但我不會記別人生日耶 我不太會記 就是我不知道 所以你根本你不知道 他生日會鬥 就是因為我是那種 生日我也不會過的人 所以我就說 不要送我生日禮物 那大家的生日禮物 就是都不要 對 都不要這樣子 就自在一點 所以是你自己在那邊 瞎走心啦 好啦 我們應該去做一個給你啦 補一個 你是很想要吃蛋糕啦 不是的 所以兩對朋友當中 應該是學瑞愛走心 然後瑪莉歐愛走心 應該是這樣沒錯吧 對啦 對啦 但是真正的好朋友 就像他們剛剛說的 有問題我是可以直接 問你的 對 不是真朋友 你是問不出口 這個疙瘩就永遠在 他們都可以當玩笑一樣過去 所以真的 而且走完心立刻和好 對 就是知道 確實了 試過境遷就變成一個 以前好笑的一個故事 對 對啊 所以 好啦 祝贏 早日康復啦 沒辦法 你還好 你還好 沒辦法 抱歉 抱歉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對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鈴鈴鈴 小鈴鐺 誰 你還是要找 Oprah 賣 你可以 by bwd6